当地时间8月5号,正在举办奥运会的日本东京正面临疫情考验。 据日本媒体报道,截至当地时间8月5号18时许, 日本当天已经报告了超过1.5万例新冠新增确诊病例, 其中东京都报告5042例,均创下新高。 在东京都,当地的日增确诊病例更是首次超过5000例,疫情形势严峻。 然而,记者近几日在东京街头看到,部分景点虽然不如往日景气, 但依旧人流如之。 在东京奥运主场馆新国立竞技场外, 自奥运会开幕以来,众多民众前来与奥运五环合影留念, 人群非常密集,有的民众甚至脱下口罩拍照。 在东京著名景点浅草寺附近的商业街上, 也能够看到不少游客、游览和购物的身影。 当地商家除了在门口摆设消毒业外,经营照常。 入业后,情况有所改变。 晚上7点钟,记者在浅草附近的商业街上看到, 大部分店铺都关门歇业,人流稀少, 但是也有店铺仍在经营, 有些餐厅还将餐桌摆到了户外。 此前,为预防东京奥运会期间疫情爆发, 日本政府7月初宣布, 7月12号至8月22号, 东京都第四次进入紧急状态。 紧急状态期间, 日本政府要求民众尽量避免外出, 餐饮服务业需于晚8点闭店, 且全天不可提供酒精饮料。 然而,近日,东京奥组委发出消息称, 日本媒体广泛报道了多起与奥运会相关的海外游客 在瑟谷、星桥和六本木等东京市中心饮酒的事件。 银座等多个地区的酒店也举报奥运相关人员深夜在户外饮酒。 主办方劝诫奥运参与者不要光顾晚上8点之后人在营业的店铺。